数十电大片玻璃碎裂 铁窗被震到位移 瓷砖大面积脱落 灾情最惨的是在内部 墙壁梁柱钢筋外露 工作人员必须戴着安全帽 保护头部涉险进入 排烟管从天花板落下 室内满是碎石玻璃 令人触目惊心 花莲吉安麦当劳0403墙镇 被列为红丹建筑 本来可以修缮补墙 但连日余镇受损家具 最快在5月5号进行拆除 急爱麦当劳店 因为强震停业 员工都已经移到大麦中正店 正要继续努力工作赚钱 没想到附近的蓝天力池饭店 也要拆除 考量施工安全 中正店从29号起暂停营业 施工人员双人配合 一人在机具上操作 立民仅仅辅助支撑梁柱 加强结构稳固 12层楼高的蓝天力池 是此时拆除最高的移动建筑 因为梁柱受创支撑力不足 业者痛下决心打掉重建 附近店家连带影响 交通就要得再拉我一大圈 就没有办法进入到这个社区里面 两个礼拜的时间可能就不知道要做什么 只能先暂时先休息 怪手爬上土堆 边挖旁边同步洒水 富凯饭店正门最新进度 已经拆到三层 桶摔大楼目前已经拆到四层结构 担心会想附近医院患者 施工时间调整为早上八点到晚上十点 拆除机具多头进行 强振后重创花莲重建之路正要开始 小丽新闻 旅游出道明 花莲报道